2017殷業達尾牙霸氣請來特效藝人團體演出 尚清為員工還翻全場 只是沒想到農曆年前卻傳出殷業達大西場 11級12月起派遣員工開始放無薪假 1月2號下班時更接到離職通知 人數超過百人 在台灣投資是必然的 那現在比較大的問題是投資環境需要改善 殷業達強調本來就是派遣員 非正職員工跟裁員無關 相較派遣工的辛酸 像是電商蝦皮就霸氣宣佈大調薪 宅在家想買什麼手機一點就到手 新加坡SEE宣佈蝦皮跟電競Garena 調薪幅度將突破5% 起薪全面3萬以上 將有650米員工受賄 相應政府的夢想起薪 郵局今年招考1400多位基層人員 包含櫃台郵地業務等等 薪水通通是3萬起跳 像是投資管理等 營運值43K 金融專業值34K 內勤櫃台和外勤郵地也有30K以上 投地人員外勤 再花給兼任駕駛加級跟收頭加級 所有6000塊到7000塊的津貼 我們是年年都有加薪 我們過去每一年大概最起碼都有加薪 3% 所以我想我們在金融業的這個 薪水水準算是不低 就連富邦集團也承諾大學畢業薪水3萬起跳 但占台灣大多數的中小企業有辦法承受嗎 可能就是我們員工越勤越少 然後自己越做越多 有一點偏高 因為畢竟薪水也是取值於個人的工作能力 再加上中南部中小企業多 薪水平均比北部少個兩三千 要跟進加薪也得拋出誘因 不能只是這個精神喊話而已 精神喊話大企業也許可以這個配合 但中小企業需要一定的誘因跟配套來跟進這個 解決低薪是政府今年首要目標 同樣也是最大難題 東森財經新聞綜合報導